需要幫忙的 還有一些弱勢的家庭 像有人就因為根本繳不起交通罰單的錢 導致甚至沒有辦法考駕駛執照來養家 最後是監理所的人員看不過去 幫忙先繳了罰款 所以才讓他順利考上駕照 而其實像這樣的案子不少 所以現在交通部已經決定要修法 開放無兆預期民眾分期繳第一期的罰款 就可以先來考駕照 那麼依據在七月一號公告實施 感謝再感謝 像陽性女子一樣的弱勢民眾 在全台灣還不少 但卻不是每個人都像他一樣幸運 有好心的建立所人員幫忙繳罰款 根據統計每年大約有十五萬人無兆駕駛被開單 每次被罰六千到一萬二 其中有半數民眾預期未繳 交通部正修法調整 開放無兆預期未繳民眾 在繳完第一期的罰款之後就可以考照 江華的制度終於在媒體的報導之後 有了轉款的空間 也因此讓更多弱勢族群受惠 Mission 鄭小琪與你報導